南投休息站停车场 又变成车距城地 大批人聚集 但仔细看 有一台脱钓车在正中央 脱钓人员正将绳索固定在 其中一辆深色旧车上 准备进行脱钓作业 周围民众也一头雾水 因为车辆看起来完好无损 并不像发生车祸需要脱钓 后续了解才知道 原来这辆汽车 竟然冒用假车牌上路 驾驶镜还把它开来 参加车距被带个正着 冒用车牌案件层出不穷 南投休息站近期又因为车距 成为关注的重点 24号晚间国道7队 接获民众报案 到南投服务区取缔假车牌 事后除了一道路交通管理 处罚条例巨发之外 传将以刑法 未造特种文书等罪嫌 移送南投地检署正办